东小小 西看看 家里的新锅烧焦了怎么办 是凉拌还是西红柿炒鸡蛋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会吗 小树梁 哇哇哇 像这样的铁锅 你们家里是不是也有一口呢 真的是太脏太脏了 表面完全已经布板了一种厚厚的污垢以及油垢 还有又黑又脏的锅 为了处理掉这些油垢呢 真的是什么方法都想到了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像视频中这样子简单给它处理掉呢 其实呢 方法也并不是没有 那么今天呢 我就来跟你分享一个小方法 手里过了过呢 就像严清买的一样 瞬间焕然一新 相信大家呢 家里都有一口这样的铁锅或者布粘锅 但时间用久了以后呢 表面呢 难免都会过上一种又黑又脏的油垢以及污垢 为了处理它呢 真的是什么方法都想到了 但不管是用刀割还是用钢丝锈来说 根本洗不了作用 以前为了处理这个油垢污垢呢 我真的是绞尽脑汁已经用尽所有一系列的办法啦 最后呢 不光没有把油垢污垢给它处理掉 而且还把整个锅给它干费啦 那么今天呢 我就来跟你分享了这个方法啦 每个家里都有 洗漱垢的方法也是特别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几个鸡蛋壳就行 立马就能帮大家解析掉这个大烦恼 如果在日常生活中 人家是经常遇到这样的一口薄铁锅的话呢 那不妨这个视频一定要来看一下 写一下 好啦 那么咱们就废话不多说啦 咱们就连着我的视频一起进来看一看 写一写吧 首先呢 我们需要准备几个鸡蛋壳 这里鸡蛋壳也不需要过多 只要两个就可以 当然这个鸡蛋壳呢 我们是不可以直接拿来马上用的 里面的蛋液呢 要给它倒出来以后 然后再把鸡蛋壳 彻底给它清洗干净之后 放到老王的爽顶上 给它简单晾晒个两三天 涉体把鸡蛋壳给它晾干 这样子呢 更容易给它捏碎 鸡蛋壳放入手中之后呢 我们使劲给它揉一揉 慢慢的给它捏一捏 尽量给它捏碎一些 多揉一会 揉好以后呢 我们就简单把鸡蛋碎壳 给它装进一个大一点的小碗中 鸡蛋壳放进大碗中以后呢 如果咸不够碎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再继续给它揉一揉 捏一捏 把鸡蛋口揉得越碎越好 下面我们把鸡蛋口揉碎好之后呢 接着我们开始往里面倒入少洗的小苏打 小苏打呢 我们这边一定要用这种食用的小苏打 因为毕竟呢 是在洗锅 而锅里呢 我们经常在炒东西 炒食物来吃 所以建议用使用小苏打来进行操作 炸子使用起来也更加了安心 然后开始碗碗中加入大概150粒的小苏打就可以了 不过呢 因为这个铁锅呢 实在油垢太厚了 所以这边我就加入了三勺的小苏打 不仅能够洗到软化无垢的作用 而且还能够洗到细污的效果 这个细污的效果那真的是一个真的是贼贼的相当好 紧接着我们继续往里面滴入量3D的洗洁精 洗洁精呢 大概就10斤左右就行 在这边洗洁精也能够洗到一个很好的细污效果 然后最后我们再往里面倒入少洗的白素 白素这边呢 用到的是5度的白素 白素能够洗到一个软化钢铁的作用 用白素细水污垢油垢不仅效果好 而且用起来也是特别的干净又放心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往往中加入少洗的白色食盐 食盐跟白素一样能够洗到软化钢铁的作用 我们在磨刀的时候呢 也可以用上食盐 那效果都是贼贼的刚刚好 然后我们再往里面倒入数量的鲜水 加入鲜水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掏出祖传的小筷子 简单给它搅拌个C896下 将里面的食盐 小苏打还有洗洁精 送份给它搅匀搅拌化开 然后先给它放一边站着 不要动 简单给它静这个10分钟 也就是60秒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家里的大帅锅给它拿出来展现了 下面呢 也不要忘记了 再掏出一把隔壁老王送给我电风的小牙刷 简单给它沾上我们刚才调好的万龙鲜节汤汁水 用这个锁子呢 把锅上面晶盈的给它锁到 肩部给它锁晶盈 锁的时候呢 这个水一定要多锁一点 把这个污垢松分的给它滋润 滋润晶盈 让锅的每一个地方呢 都晶盈的给它锁透 简单给它锁上个两三五六遍 然后再准备几张熟房的普通纸巾 将纸巾缓慢迅速的给它平铺在锅底 把它铺在有污垢油垢的地方 尽量一定要给它铺满 用纸巾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锅紧紧的给它包裹洗来 包裹洗来之后继续往上面 用锁纸再次给它锁一锁 把上面的纸巾晶盈的给它湿透 如果这时候家里有喷壶的 那就可以直接采用喷壶来使用了 这样子就会更加的省时间 更加的方便稍作了 那这样的话效果就会更好了 全部给它锁敬你之后 下面我们再淘出一张新鲜的保鲜膜 简单把铁锅慢慢的给它包裹洗来 这个锅呢 我们一定要保鲜膜 给它包裹的严严实实的 不要让它漏细 漏细的话 那么里面的水温就特别容易干 特别容易中发掉 这样一来呢 就不能够洗到软化污垢 油垢的作用了 布给它包裹晶盈之后呢 先把铁锅包到一边 让它静置在那边休息个24小时以上 等12小时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将这层保鲜膜慢慢的给它撕下来 保鲜膜撕开以后呢 在这里就能够明显看得到 纸巾这回已经完全变得特别特别的浑浊 非常非常的黑油油啦 纸巾变成黑色了 那就说明里面的污垢 油垢已经完全融化啦 下面我们继续将纸巾给它剥落下来 下面呢 我们来见证奇迹的一刻的道啦 终开我的鼻子来看一下 里面的油垢 污垢 已经基本显不脱落啦 这回我们只需要用手心心意抠 那么表面的这些污垢 油垢呢 都会自然脱落啦 哇哇哇 真的是太脏啦 看一下 这样子无论是用指甲给它心心意抠 还是用小剪刀 小刀 直接心心给它割一下 那么表面这一绳厚厚的油垢 瞬间都已经自然脱落啦 哇 这一绳真的是太脏太脏啦 这样子简单给它剥下来之后 看一下这回的剥 瞬间已经焕然一新啦 我们可以跟周围的对比一下 真的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就这样子前部把锅给它割干净之后呢 直接把它放到水龙头下面 然后再用流动的口水 直接给它松洗干净 那么里面的污垢呢 都会前部慢慢的往下掉啦 我们为了加快清洗的速度 也可以用钢丝袖或者海原 或者仪式性灰系的口罩 慢慢的浆洗给它再次清洗一下 看一下就这样子来回给它冲个五六七八下 整个铁锅瞬间都已经焕然一新啦 如果这回家里要是没有镜子的 都可以直接用镜子来找啦 看到这里呢 这效果真的不用我去说啦 你们说的算 好啦 以上跟大家分享新洗铁锅的小技巧 你们都写会了吗 视频看到这里啦 如果大家觉得小熟良做的和讲的还可以的话呢 那就不要忘记的帮我点个赞 加个关注或者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感谢你们的一日之时一观看 咱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啦 麻烦